祝你祝你平安 平安 很高兴在这里一起积极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心胸 对 Capacity of tolerance 你认为上帝的心胸大 还是你的心胸大 谁的心胸会比较大 上帝的心胸比较大 还是我的心胸比较大 真的吗 我不知道怎么是这样 因为许多人一旦成了长老之后 许多人成了牧师之后 他的心胸永远是最大的 因为整个教会的设计都要安的 我这一句话你们阿们吗 很多人一旦当了长老当了牧师之后 那个教会那个组织一切 under her or under him 这是一个到底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到底谁是神 谁是主 谁的意念是我们应该follow的 牧师是神吗 不 牧师只不过是那个教会服侍众人的仆人 对吗 长老是服侍那个教会的徒人 就是上帝的徒人 所以在这里当我们今天用亚伯拉罕 成为我们思考的一个人物的时候 我们来学习他 看他 到底阿伯拉罕 亚伯拉罕我们能够从他学到什么 这一幅画一直影响深深舞 影响我人物的发展 从我非常年轻的时候 我到底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牧师 这一幅画 你知道亚伯拉罕跟罗德是什么关系吗 佩孙奈 佩孙奈 亚伯拉罕那个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弟弟 是弟弟 所以亚伯拉罕是阿伯 罗德的父亲死了 罗德成为一个孤儿 没有人可以照顾他 阿伯 亚伯拉罕把他带在身边 亚伯拉罕保护他 亚伯拉罕抚他 亚伯拉罕抚他 亚伯拉罕到最后把一群 羊群牛群交给他管理 OK 亚伯拉罕吵破心天 罗德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阿伯的爱 才能够有今天 结果 结果 罗德长大 罗德的翅膀硬了 罗德他自己有一大片 他自己的羊群牛群 不只他有他的财富增加 而且他身边也有许多的仆人 结果 羊群增加 仆人为了争草地清草 为了争水井 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相争相打斗 罗德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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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一天 亚伯拉罕就找他 不是孙子找阿伯 是阿伯找孙子 你我我们是至亲 你的仆人 你我我们是至亲 不可以这样子打闹 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 不能够这样子吵架 全地都在你的眼前 只要你要向左我就向右 你要向右我就向左 阿伯 一个亲爱的人 特意的逼远远远 看你怎么选择 到后来 最时哪里像你又北 他将最好的人面过去 最好的人面过去 过河拆桥 路德的特敬 那我在这里我能够从 角度我要成为一个牧师 我要能够从亚伯涵学什么 成为一个厚 常常你在陪伴的人到最後,他會背叛你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偷偷的告訴你就好 半夜11點以後,常常會有變化來 那我一接起來就斷掉 大概是11點頭到1點 有時候更晚 接起來就斷了 最近我又收到一封信 要讓我全家吃得很難看的信 我跟牧師娘一直要知道什麼都有什麼事 當牧師的有時候 I just do what you should do Do the right I don't matter what may happen to you OK 因為愛,只有愛,沒有其他的彼此 No regret, no hatred, only love OK 因為施加就是愛 到底Abraham 我們能夠從他學到什麼 真正認識這一位創造宇宙萬利的上帝的 事實上是從他開始的 他是一神教的創始人 他的父親是一個科偶像的家族 能夠從這樣一個科偶像的家族 能夠演變成一個 唯獨尊奉宇宙萬利的創造者當神明 這樣一個轉化 然後我們看他 他一旦認識了這位神之後 他的整個人格改變 整個生命改變 他對待人的那一種方式 能不能成為這一位 抓住宇宙萬物的第一位 真正的發覺他的信仰根基 能不能成為我們的學習 對不起 Sorry about 不好意思 羅德不知足不感恩 我們這樣的年輕人 實在是不值得往前走 台灣在往前走的這個願景 我們希望年輕人 能夠有更多的感恩 228今天我們說228 不管過去發生什麼事 歷史不能忘記 但是歷史不能重演 對嗎 我們在未來的台灣這個歷史上 希望大家培養一個非常寬闊的心胸 種族跟種族是平等的 語言跟語言是平等的 你我之間是平等的 跟社會地位跟財富都沒有關係 因為每一個生命在上帝的面前 都是平等的 要說阿滅嗎 阿滅 所以不能夠因為我的社會地位比較高 我的財富比你強強 然後我的知識我的專業 然後我就高人 No please 台灣過去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災難 在美國我有機會看到一份高中的課本 那個課本是這樣寫的 1947 台灣 February 28 I think I came to you 一個 systematically killing 一個系統性的殺戮 不管怎麼樣 我們要讓那一個歷史要過去 那個歷史要存在我們心裡成為每一個人的警惕 因為在那個時候 人裡被分成統治者跟被統治者 但是我們在這裡說 No 今後的台灣 不管你是誰 你在我的面前 你就是上帝的寶貝兒女 你是上帝眼中的寶貝 你是上帝眼中的同仁 我要愛妳就像上帝愛妳一樣 Amen嗎 Amen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心胸之下 台灣的未來才有安定 今天我們在 在我們當中有三個朋友 黑媽媽的 在晚上 在晚上看到他 叫他 直接張開了 我們燈的 I want to introduce Friends from Africa Moses from Uganda 他們三個都是牧師 Zendia Govinda Murawi Patrick Govinda Murawi Patrick Gov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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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我問他們說 他們在非洲 服侍上帝的祖民 事實上是在外國的是一個討戶 不能隨便亂問 但是我在這裡稍微公開一下 我說你們的月薪大概多少 再再看 月薪美金多少 100塊 月薪美金100塊 然後 我問 那個 Govinda 你有幾個孩子 三個孩子 OK 從昨天晚上到今天我們在討論 What we can do with you to build up your people in Africa 他們三個有這樣的夢想 我今天早上在這裡分享 看我們能不能 你願不願 可以嗎 一起來幫他們圓滿 馬尾的Patrick 牧師說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夠有十頭牛 幫助我的族人 有牛可以跟地 讓地可以生產食物 然後讓他們的生活能夠好過一點 我說一頭牛在你們那裡 我要換算一下美金多少 一頭牛 我說大概五六百塊 美金 一頭牛五六百塊的話 美金 你有沒有能力認良一頭 我想我們一下子石頭女就有了 但是他是生命當中最大最大最大的夢想 我說好啊我們來做這個夢 一頭牛 分給三個家庭 讓三個家庭去跟座 和牛跟座 讓三個家庭去照顧那一頭牛 那一頭牛又是五牛 所以一邊可以跟座 一邊可以 讓他們的兒女有奶可以吃 那不錯吧 然後每一個月要回報給中心 我請他們都要去登記 政府那裡去登記 變成一個公司 每一個月都要回報 變成一個管理公司 可以嗎 我問那個Moses 從Uganda 你人生當中最大的夢想是什麼 他說 我的爸爸早死 我的媽媽沒有能力抚養我們 我們都沒有機會讀書 我有機會讀書都是因為別人的愛 為我交錢我才有機會讀書 今天我有機會來到台灣 我當了牧師又來到台灣 研讀碩士協會 完全都是別人的愛 別人的支持 所以他當了牧師這一陣子 這幾年來 他的薪水三分之一 薪水多少 一百塊美金 有三分之一去支持幾個孤兒 送給他們 送他們去讀書 在學校裡面的所有的錢 就直接從他的薪水扣去了 因為他要跟政府認定 這個孩子我領養 那個孩子有我兒 所以他的商機的錢 又跑到那些孤兒那裡去了 他說 我希望 我能夠 我有一個夢想 能夠把這個事情做大 我要有一個幼稚園 那幼稚園 然後收一些孤兒 是免費的收 其他人要付錢 要免費的收 我說多少錢可以 煮你的夢 讓你的夢完整 他說 五六千塊 免金 五六千塊可以幫他 完成一個幼稚園 然後 他可以正式的收一些 維持的學生 然後裡面 能夠安插一些 孤兒免費的教學 那這樣子 對我們來講 我們能不能完成它 我告訴你 我們一定可以 從那個 蘭比亞來的牧師 Rubindo 我說 你生命當中最大的夢是什麼 他說我希望我能夠 因為我們那裡的人 很多人沒有房子住 很多人沒有房子住 我們的教會 我們的教會有土地 在那裡沒有開花沒有用 沒有錢可以開花 所以我希望能夠回去跟我們的教會說 多一塊土地 然後假如我有錢的話 我們願意來建幾個房子 我說大概十間房子就可以了吧 然後先租給人 然後這個就有收入 可以來支持你往後的施工 那假如我說把這時間 假如是時間的話 那蓋起來多少錢 我說在五六千塊 五六千塊美金 我可以完成 各位今天他們三個 有機會到我們當中來 原本我是希望今年 我們能夠送一個 一個tank的衣服 到非洲的什麼國家去 對嗎 結果神學院 我跟神學院說 神學院的教授 送了三個人來 又三個國家 要我從中去選一個 我怎麼選 每一個的背景都那麼簡單 我怎麼選 所以 還有馬尾還有一個同學 因為生病 這兩天生病不能來 我現在我的一個想法是 那個tank的衣服 可能就送到那邊去 那個沒有今天 沒有辦法來的那邊去 然後他們三個人的夢 我覺得我們可以完成 每一個我們的手上都有9 都有族群 對嗎 我要等他們 他們把他們的想法 把他們的夢想 變成proposal之後 很嚴謹 非常concrete的proposal 然後給了我們之後 有了很詳細的規劃 我說你們也不只是你們自己 your personal dream 你個人的dream 要變成一群人的共同的dream 因為這個夢要完成一定要是一群人 所以你要回去 你要通過你的系統 跟你們教會的人再去繼續聯絡 然後把它變成一群人共同的負擔跟使命 然後你把這個變成很具體的proposal方案 來囉 我再把這個 我找幾個人開會 然後我們討論完了 接受了 我們藉由每一個人有手上的族群 一頭牛 多少錢 五六百塊 我們找一個人奉獻一百一百一百 就一頭牛爛 對嗎 一個房間 十個房間 十個房間 假如也是六百塊 那我們找幾個人 一個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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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房間就有了 一個房間就有了 那我們這樣的夢想能不能幫他們完成 一定可以完成 我想搞不好我們當中 有人不死身間一百塊美金 兩百塊美金三百塊美金 這個夢一定可以完成 然後我們就看他們在他們自己的地方 以一個曾經也是一個非常貧困的孩子 都有自己非常艱難的過去 因為上帝的愛臨到一些人 讓那一些人藉著他們是上帝的福音的使者 來幫助他們成長 他們現在長大了 他們有機會到其他的國家去 有機會來到台灣 把他們的夢想告訴我們 我們就像當初的宣教師們 一百多年前的宣教師們 我們今天事實上 在這裡我們在扮演的就是 那個看不見的宣教師 Invisible mission Right? Hope You in the very front battle point But we are in the far invisible support Right? But we have common dream 我心想說我們大家人可以在這種 他們過去曾被傷害 現在因為信仰的緣故 他們懂得感恩 他們不像這個可惡的魔德 領受那麼多長者的愛 前人的愛跟關心 自己長大了 失定了 就開始不知感恩 就過自己逍遙的日子 哎呀 這個羅德的故事我會談 談的我會很善心 很善心 但是問題是回到亞伯拉罕這一邊 假如你是亞伯拉罕你會生氣嗎 你會生氣嗎 你會生氣嗎 但是亞伯拉罕選擇 No I'm not angry 這樣 這一種心胸 這一種心胸 各位假如你要在上天面前做一個 有用的人 做一個能夠成為影響別人的人 記住 你要先從你的心胸的培養開始 很久不變的愛 你說一個有信仰的人 他真的在付出的過程 在服務人的過程 他沒有傷害嗎 我告訴你 一天到晚壓力都很重 一天到晚都有許多的誤解 除非你只愛你自己 假如你真的要他出來服務別人 就有許多不同的反應跟觀點 但是 你會受那一些影響嗎 還是你要繼續 我常常說的那句話 有著眼淚 帶著微笑 唱著歌 還是吹著口哨 繼續向前走 很多時候 請你不要不斷地在repeat 你所受的苦難 Abraham 他的眼目只有仰望上 不向前走 他不受這個無情的摩得影響 我們當中又會有許多的傷害 是